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295章流氓 看叶浩轩这幅流氓的样子 安息路感觉到自己的火气蹭得上来了 他不知道叶浩轩这种人 是怎么混进警察的队伍的 而且他的级别貌似还不低 正要呵斥叶浩轩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这个女人的头发有些特殊 他的头发比起一般的人来比较浓厚 而像他这个年纪的人 有这么浓厚的头发 这明显的就有些不正常 仔细一看 看到了这女人头上的假发下面 是一层乌黑的头发 安息路恍然大悟 他默不作声地走上前 拿出了手铐交给了那个女人 淡淡地说自己戴上吧 女人愣了愣 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这么快被识破 他索性把自己戴的假发给取了下来 然后又从自己的胸口里掏出两个硅胶套 这硅胶套是特制的 刚才丢失的两颗宝石 就在这里面装着 不错吗 看来华夏的警察有长进了 女人在自己的脸上抹了一下 然后顺手把一张人皮面具丢到了一边 正是刚才和警察争吵着要拍照的女人 她用一绒术把自己原本的面目给遮了起来 带她下去 查查她的身份 安息路拿回了脏物 把她给铐了起来 两名警察走了过来 一左一右的把这个女人围了起来 带着她走了下去 从奎胶里取出来了两枚珠子 安息路对这太阳看了一下 他鉴赏的能力不错 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就是刚才皇室珠宝展台的那两个装饰品 这两颗蓝宝石的价格在230万左右 找回了东西 也找回了人 安息路这才松了一口气 如果在她的辖区里出了问题 这个责任 她可担当不起 还好 东西找回来了 我不建议 你只用手铐 把它给铐起来 叶浩轩笑道 为什么 安息路诧异地问 虽然对这个说话有些油腔滑掉的男人 并不是太喜欢 但是安息路不得不承认 叶浩轩这人格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刚才传回来的消息 那个盗窃皇室珠宝的女人 正是林玉玉 那个被各个国家通缉的大盗 这个女人常年占据通缉榜的榜首 因为她的破坏力是十分巨大的 她似乎对国外的那些博物馆 有仇视的心理 每次去洗劫对方的博物馆的同时 还把国外的那些名画 以及很多具有画时代意义的展品 给破坏的7788 三年前 震惊全世界的大西洋博物馆 被盗案彻底的让她上了通缉榜 因为她把那个博物馆的东西 几乎全部毁掉 而她仅仅只是因为喜欢 那个国外著名博物馆中的 一个小小的汉白玉观音 当然 那个观音是华夏的东西 早在数百年前 华夏处于弱势的时刻 流入了国外 而且她还公然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挑衅国际刑警 国际刑警把她给列为一级再逃罪犯 对她实行全面的抓捕 但是因为她实在是太溜了 所以三年来 她一直还很潇洒 连安西路也没有想到 抓她 居然会这么容易 她没有一点反抗的意思 拜托 她是盗族好不好 叶浩轩无语的说 你真的以为 一个名冠天下的大盗 会乖乖的被你抓起来 不然怎么办 我已经把她给铐上了 安西路不解的问道 单凭铐上 是不行的 叶浩轩摇摇头道 我觉得你要把她给五花大绑才行 不然的话我保证 她一定会逃跑的 我不相信 她真的能跑得鸟 安西路一点也不相信 叶浩轩的话 毕竟她手底下的警员素质相当的不错 如果连一个女人也看不住 那她们平时的训练都训到狗身上了 不要涉看任何一个女人 叶浩轩叹了一口气道 我有分寸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 正式认识一下 安西路 安西路向叶浩轩伸出了手 叶东宇 叶浩轩想了想 还是觉得自己的本命太过于张扬了 因为一提到叶浩轩 大部分人都会有种耳熟的感觉 聊妹的时候 用小号还是比较好 所以 她就为自己想了一个小号 她决定 以后不方便说自己名字的时候 她都用小号 嗯 这女人的手挺细 挺白的 叶浩轩都有种 不想抽回手的冲动 不过安西路眉头一皱 用力把自己的手 从叶浩轩的手里抽了出来 我还是建议你把她绑起来 叶浩轩笑道 我们警察做事 是有规矩的 你这样 是对别人人权的不尊重 安西路摇摇头道 谢谢你能为我们做出这么多的事情来 但这件事情 交给我们处理好了 行行 交给你处理 叶浩轩苦笑道 她的话音刚落 安西路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她接过了手机 才说了几句话 脸色便彻底的变了 她手机一收 匆匆地向一辆警车上跑去 我就说了 让你把她给五花大绑起来 你就是不听 看 现在出事了吧 叶浩轩无语地说着 也跟着她跑向了警车 第五大街 安然路 从这条路到警局 本来是最近的路 但是现在这条路比较窄 尤其是现在 路已经被封锁了 只见一辆警车 横翻在路的正中间 这辆警用冲锋车上的五名警员 全部倒在血泊里 虽然这些警员命不至死 但是短时间内 却是无法再执行公务了 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 现场也被交警封锁了起来 五名警员做了简单的伤口处理 有两名在昏迷之中 只有一名手臂缠着绷带的警员还能说话 对 长 缠绷带的警员站起来 低着头一服受罚的样子 怎么回事 安息路匆匆忙忙地赶过来问道 我们大意了 一时不察 让那个女人给跑了 警员哭丧这脸道 我们没用 这名警员现在真的有哭的心情 因为谁都知道 这是一条大鱼 这可是国际上通缉已久的盗窃犯 具有盗祖的称号 他们小组抓到林玉玉的时候 是何等的扬眉吐气 压他上车的时候 周边区域的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这可是一等功啊